接著要來聽地方的心聲 這是礁吸箱每年可以獲得500萬元 櫻花零元的回饋金 鄉公所是300萬元 其餘的200萬元則是給袍倫村 農潭村還有二傑村這三個村 地方可以提出用途的需求 由鄉公所審核發包 農潭村也提出了建議 希望公所能夠多給社區 一些自主運用回饋金的空間 也符合社區的期待 礁吸櫻花零元 每年都有500萬元的回饋金 給礁吸箱公所 在地的袍倫村 與鄰近的龍潭及二傑村 依據回饋金運用管理辦法 八成需要用在資本門上 其餘為金長門 地方得提出需求建議 由公所評估可行性再執行 不過龍潭村認為 這樣社區沒有自主運用的空間 不符合社區期待 因為我們那些貨店在我們的管理方法下來 跟我們那些貨店 在那些貨店跟川崭來講 我們那個貨店 他們的管理方法 我們貨店都沒有辦法自主運用 讓我喪失掉迴迫的精神 今天是貨店要做公共建設 要做完工董議 但是要讓川崭或是社區可以做足夠 在那些貨店裡面我完全沒有辦法做足夠 我沒有辦法 landlords要把炎貨店拿出來 如果不算建議 花廣東區要買房maz政府 買房東區政府賬房具 六個月如果不可以 不行 如果要把房秘政府取得人 必須是最近不是需要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出事 甚至在這裏埔政院 我們議員黨拜託我們的議員 和議員這個議員 可以讓我們解套一下 對此交際相長林喜忠表示 回會間的運用 事前都會請社區代表一起參與會議 社區可以向公所提出建議表達意見 公所表示500萬元回饋金 相公所獲得300萬元 桃輪村為120萬元 二節龍潭村各40萬元 依回饋金運用管理辦法 不能夠直接交由社區使用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從不到